我之前发了个视频 就是关于怎么赚钱的 然后有不少网友在下面留言 我没有钱我怎么赚钱呢 我没有资源呢 有一句话叫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有钱人呢 看了一个狼窝 他都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狼 他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危险 里面也看不清楚 但是呢 他还是会钻进去 因为他知道 因为这是个狼窝 他可能会有狼 那我进去了 我才可以知道怎么走 是左转还是右转 有多深 我才有可能抓到这个狼 那当然 我如果要抓到这个狼 我就得冒一定风险 那这个不风险 我愿意承受 因为我有可能会抓到这个狼 那穷人他会想说 那这狼窝里面不一定有狼啊 那我也不知道狼窝里面 状况到底怎么样 也看不清楚 我不能进去 进去了我被狼咬了怎么办 穷人老是想等着 时机都成熟了 再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呢他就放弃了 有些人觉得冒了险 可能抓到 小红书 那我会想到这个狼窗 那我可以帮他 那我会想到这个狼窗